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卢比 今天咱们的课题是 大家请看 从Hello World开始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这知识点拥有三个 第一个 卢比的安装 第二个 卢比的运行 第三个 Hello World Hello World是咱们学任何语言都要第一个编写的程序 好 咱们看 首先 卢比的安装 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已经打开 咱们看一下 就这地方 咱们进了卢比的官方网站 选中文 当然数据英文的朋友选英文 然后点击这个下载 这就是下载的页面 大家请看 如果您用到是这个Linux 或者叫Unix 用这个RVM进行安装 如果是OS呢 其实这个Mac我更喜欢使用原代码安装 然后这个Windows平台呢 推荐使用卢比InSolar 这是一个安装包 我呢 是Windows的名台 所以我选了这个卢比啊 下面大家请看 下面都是通过原代码安装 这个呢 安装方法呢 我在今后的视频中会给您讲解 我推荐您啊 使用这个安装管理器 安装包管理器进行安装 而不要通过这个原代码安装 如果对于这个卢比比较了解的朋友呢 或者说比较这个深入的使用 而且呢 想使用它最新机能的朋友呢 推荐您通过这个原代码安装 我呢 一般在十一过程中 其实我自己开了过程中呢 喜欢原代码安装 但是我们项目在这个十一过程中呢 都用的是这个包管理器安装啊 好 咱们现在少去 像咱们是Windows平台 我呢 使用这个Luby Installer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会给大家讲到Linux和这个Marco下嘛 是如何的安装 也不难啊 Marco下使用这个Home Version的安装 好 然后点击这个Luby Installer 进Windows的版本 然后请看 现在最新是2.5嘛 这应该是非常非常新 是去年12月25号的版本 非常新 咱们点击下载 因为我这个机器已经安装完了 所以我给大家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效果 Luby 大家请看 我现在版本是2.5 和现在这个2.5 是完全的一致 这个没有问题啊 说明我呢 已经是安装成功 好 那么安装呢 咱们已经完成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的Marco这个推荐使用这个Home Blue 有兴趣朋友呢 可以安装一下试试看 我今后有时间的话 我再做一下这个Marco安装的视频 包括这个Linux从原代码安装 我都会呢 给您做视频 好 咱们再看啊 Luby运行 非常简单 我这已经运行完了啊 在这个控制台下 或者说在这个Linux的这个Bush 下面直接挑 Luby-V 我刚才敲了一个-Warsen 看来这个敲的 不对啊 因为现在这个Windows版本啊 一般是两个斜线是Warsen 对吧 一个斜线是V 稍等啊 一个斜线是V 代表缩写嘛 意思是一样 咱们安装呢是2.5的版本 没有问题啊 好 接下来 这是大家请看 IRB 这个是各个平台都有的一个Luby自带的命令 是什么呢 这是交互命令 咱们试一下啊 稍等 我在这 敲 IRB 请看 进来了吧 好 然后咱们试一下啊 是这样 我在敲这个命令行 通过这个终端运行的时候呢 我不用切换到Windows的终端 或者叫做DOS的下面 我直接在我这个VS的code里面 就能够实现 怎么实现呢 大家请看 我先给您做一下啊 我现在在这个Lesson2的这个Readme下 基右键 然后选择这个打开终端 大家请看 这个呢 也是支持各个操作系统的终端 Mac也没有问题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 直接进入咱们现在项目的文件夹 我呢 在这个地方直接敲IRB 回撤 也能够进来 这样的话呢 我上面呢 是咱们要说的讲解的内容 下面呢 是直接马上运行啊 咱们试试啊 第一个 这个是Luby的控制台 我呢 随便敲 它呢 可以给咱们完成各种命令 比如说 在这地方 我写上一个计算式 呃 我这加号在哪 坏 我这加号还出不来 啊 出来了 呃 比如说10加20 是多少 30 看 Luby的IRB 呃 交互命令控制台呢 能够马上的给咱实现 比如说 咱们再做一个复杂的计算啊 3乘5 15吧 对不对 这个99数码表都有啊 接下来 这是一个Luby的函数 这是开平方啊 咱们现在开它一开 开它一开 看能不能把它开了啊 OK 呃 3 3的平方是9吗 呃 这个呢 是Luby给咱们带了一个交互命令行的程序 呃 一般在咱们做简单的Luby的调试的时候呢 呃 使用这个命令 啊 目前呢 咱们就不再用 我呢 跟Ctrl D退出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啊 我把它这个 Vue Studio的这个终端关掉 啊 接下来 我呢 再给您做一个简单例子 说出Hello World 这个是咱们学习任何语言的第一个程序啊 我呢 先建立这么一个 Hello World 的点Luby Ruby Ruby的程序都叫做Ib啊 啊 这个RB啊 Java叫Java 这个PGP叫PGP一样啊 Ruby就叫Ruby Ruby Ruby奇怪啊 因为我 我比较这个 说日语说惯了 应该叫RB是吧 咱们汉语叫RB RB啊 好 咱们RB过程中就运行 大家请看 就运行我这么一行代码 叫做 我是Ruby Hello 就这么一个程序啊 咱们试试啊 考到这 怎么运行 呃 我的 还是跟刚才一样 打开咱们的终端器 然后呢 在这个文件加下 我现在打一个DIR 看一下这个文件加下 都有什么内容啊 请看 因为一物有两个 一个是咱们Hello World的 我刚才已经 呃 建立好的Ruby文件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ReadMe啊 咱们现在用这个 Hello World的 执行一下 试试啊 呃 我敲Ruby 空格 然后呢 是那个Hello World的 点Ruby 回撤 大家请看 我这个Hello World的Ruby的程序 就是一行干嘛 输出一行文字 我是Ruby Hello World的 大家请看 在控制台上呢 没有问题 直接 直接 呃 直接输出 我本来说 我本来说 走的妈妈叔叔啊 这个日语 非常日语 好 呃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 Ruby的安装运行 和最简单的一个 Hello World的程序 呃 供没有学过Ruby的朋友呢 呃 参照 呃 这个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 开中的服务器上 供您的参照 另外呢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 也会传到YouTube 供您下载 学习 好吧 这个视频呢 应该控制在五分钟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Ruby视频 再见吧 拜拜